这是丝袜还是巧克力啊 这样设计也太不走心了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五王王 我的魔玩与你分享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由Title出品的Cofro系列兔女郎加藤慧 我们来快速打开外包装 取出内容物 这包装是单层的新素 模型主体上包有一层防松色塑料薄膜 拿到手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 本款剪品从上到下都透露出一种廉价的味道 那剪品的割出细节 我们从头部开始看齐 在无关的细节刻画上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准 面相的还原度个人感觉还差了点意思 只能说勉强给到8分 那不知道各位觉得如何 头发呢是在透明零件的基础上进行的涂装 在发抄的边缘会有渐变的感觉 发丝的细节锐度还算不错 头顶的兔耳朵是软胶的分件 要是厂家能喷上一层光油的话 效果会更好 脖子上的小蝴蝶结 还有手腕上装饰的腕带军式分件 并且有着精致的涂装点缀 身上的服装虽说是兔女郎的制服 倒不如说更像是紧身的舞蹈服 制服胸部和腰部的蕾丝边 是以透明零件的形式进行的体现 虽说在服装的细节刻画上显得十分廉价 但是罗路在外的肌肤线条的刻画上十分优美 而且双手的动势给人一种不知所措 无处安放的感觉 背后的尾巴相应的也变成了粉红色 诶不得不说 加德会这个小屁屁倒还是挺丰满的 完了就是本款精拼我最想吐槽的一点 皮肤造型的刻画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直接拿塑料成型色来去还原丝袜的质感 真的很难叫人接受 还有就是腿部后方的合摸线真的是有碍观瞻 凡凡你是喷了层消光 或者是加了些阴影涂装 我都当你努力过 只能说这样的腿部刻画真的是色不起来 脚上是一双粉色的高跟鞋 虽说是喷有一层光油 但这个颜色多少显得有些土味掉价 景品当中是附带了一块粉色的透明地台 华文图案倒还是蛮好看的 那看完了本款景品的全部内容 最后我们来进行一下总结 商品发售日期22年的5月份 全高18厘米左右 国内现货价格65元上下 价格来说还是挺白菜的 但是整体的做工和质感跟官图出入比较大 再加上整体的涂装质感非常的廉价 所以想要入手的小伙伴 一定要考虑清楚 这样的做工是否可以接受 那以上就是本期 武王王磨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我是武王王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